今天花蓮縣累積的確診案例是209件 今天新增的是49件 跟中央CDC48件差一件 這個部分等一下朱家祥局長會為大家說明 而在確診住院的人數是116人 新增的49人確診案件中 在小加拿大梅雨補習班拓展出來 一共有28件 這28件分別有9個學生 另外有18個是家人以及一個老師 另外這個9個學生待會在醫調的過程中 朱家祥局長會為大家說明大概是哪些學校 另外在慈禁醫院在外展延伸出來的 有10個人10個案件 一個是護理人員 一個是清潔人員 四個是病患 還有三個是昨天出院的病患的家屬 也就是昨天我們有報告了一個案號的家屬 另外再延伸出來 另外現在在醫調中的還有七個人 有兩位是在萬榮衛生所在篩檢的時候有兩位確診 是鳳中兩個同學 另外還有一個是家裡國小還有是我們的鐵路局玉里站的一位工作人員 還有照服員以及兩位醫調人還在醫調中 另外在我們的奧斯卡美式餐廳的部分現在比較縮小 因為大部分已經到二輪三輪都延伸到朋友還有親屬了 那這個直接跟我們奧斯卡美式餐廳接觸的還有兩個人 現在這個也確診 另外就是在外縣市匡列的部分有兩個人 那所以以上一共是49個人 那49個案子跟莊醫系組織中心跟48個案有一點的差異 一個差異就是有個案號29738 29738就是我們昨天在這個我們的秀林鄉在篩檢的時候 中間有個陽性中的一個 那後來我們就做PCR 那在國軍化電力總院這邊做PCR確診是陽性 那陽性我們今天早上通報到我們的莊醫系組織中心 那中央醫系組織中心也很快給我們按號 可能按號給了之後 中央醫系組織中心那邊也因為個案數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們在統計上面可能有一點點小小的來不及 所以把這個個案的移視掉了 那29738是一個十幾歲的一個小孩 本身是一個國小生 那他至於他為什麼會懶疫 那到目前為止因為剛才講今天早上才確診 所以我們目前還在積極的疫調中 積極的疫調中 那除了這個個案之外其他48個個案就是中央醫系組織中心所公告的 那這48個個案呢我們先看 在奧斯卡群聚的延伸 有兩個個案29049跟29567 這兩個個案 那這兩個個案基本上都在4月3號的時候有奧斯卡的足跡確定 那一個這兩個都是一男一女 那都是40幾歲 那本身都有一個工作 那在工作 那只是晚上去了奧斯卡 所以被感染到 那這是奧斯卡的延伸案 那一個小加拿大的補習班 這個外師 它造成了我們學生的感染 那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感染的人數 確實也不少 那光今天呢就增加了28個人 那這裡面呢包括了學生 以及從學生再溢出去的第二圈 他的家人 那所以可以發現到說這裡面有學生有家人 那其中裡面呢有教保員 那教保員其實就是我們的那個 額雅之家的一個老師 他也是其實跟接觸者之後造成的結果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美育補習班 另外一個美育補習班 合家人美育補習班 那感染的這個老師 那所以那這裡面可以看到28326 在我們的左手邊最下面那個28326 他被感染之後呢 造成他的一家人 他的父親 他的母親 他的弟弟 他的堂哥 一家人的感染 那一樣在27876呢 在我們的這個左手邊的附近 有個黃點 他是他這個妹妹 這個29565被造成感染 那一樣的在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上面的這個 這個29060跟29380 他本身這個是一個 就是兄妹 兄妹 然後妹妹比較小 目前只有九個月大 那他這兩個也是因為 所以哥哥在這個小加拿大上課之後 回去把這個疾病傳染給了他的妹妹 那可以看到還有這樣的相關性圖 那另外各位看到 我們在我們的右下方 有一個沒有暗號的一個學生 那他本身是一個在信義附託的 附託的一個小朋友 他是被確診 但是目前今天還沒有暗號 那可是為什麼要提出來呢 因為他確診之後 那也延伸到他的家人 包括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弟 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弟 所以也延伸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小加拿大的這樣的一個補習班 他造成了學生的第一圈的感染之後 也造成他外移到他家人的第二圈的感染 那甚至在這個裡面呢 也造成別的補習班 就是剛才講和家人的補習班 那他一樣有這樣一個外圈的感染 那還好我們現在針對於和家人補習班的 其他的學生也在趕快的召回 然後去做快篩 希望能夠把看和家人這些老師 他還有沒有在外衣到外面去 那這是我們在繼續追蹤的那個部分 那這是在這個補習班的群聚之後 產生的一個目前的狀況 是如此 那這裡 接下來我們談一下所謂的醫院 那我想這個慈激院他本身 那他後來的群聚 跟第一波的群聚是不太一樣的 那後來的群聚就是在4月3號 我想這個醫院工作人員 傳給了兩位護理師 那兩位護理師 參加婚宴之後 把這個病毒帶回到我們的 這個核11病房 那傳染給病人 傳染給同事 那在今天新增的這個十個個案裡面 那其中就是有兩個同事 兩個同事 那一個同事 是一個護理師 一個同事是一個護理師 那另外一個同事 這個男生 方形是男生 那一個同事是我們的清潔工作人員 那除了傳染給這兩個同事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有傳染五個病患 五個病患 那這五個病患從29735 29736 那29062 29391 跟29561 這個都是慈激院目前 仍然積極的對於院內的 包括病人 包括這個醫務同仁 積極在做這個篩檢之後 所篩檢出來的這個個案數 那大家可以發現到 他的CT值其實都很高 他CT值41.943 這個31 44 所以很顯然的 如果他是被感染的話 他都是在非常早期 就被抓出來 鄉親們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那甚至我們 在兒科有時候 有些腸病毒 有些腺病毒 有些呼吸道融合病毒 他讓小孩子發燒的時間 都會遠超過一天以上 所以對Omicron 我們要謹慎的面對 但是也不要太恐懼跟焦慮 那這是我昨天看了 我們所有感染的孩子之後 的這個情況 跟各位做個報告 那我們講 最近要共存跟減災 共存跟減災 那什麼叫減災 減災是一定有災 叫做減災 一定有災 叫做減災 所以我相信 Omicron 在我們的社區中傳播 一定會造成一些感染 所以災 所謂災 就是我們一定會被感染 我們一定會被感染 但是減災的意思是說 我們被感染之後 四個現象中只有前兩個現象 一旦被感染病毒感染 有四個現象 一個叫做無症狀 一個叫做輕症 一個叫做中重症 一個叫做死亡 簡單的意思是說 那我們每個人都是無症狀或輕症 不會中重症 更不會造成死亡 所以如何做 從個人來講 做好的方法 就是打滿三劑的疫苗 把口罩戴好戴滿 然後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過正常的生活 飲食要正常 生活要正常 運動要正常 只有過正常生活 增加你的免疫力 你才能夠減災 針的部分 第一個是鳳林國中 他在同一班出現 兩位學生確診 所以這個班 在4月13號今天到22號 會採線上課程 那今天全校則是預防性停課 接下來是宜昌國中的部分 宜昌國中並沒有確診數 但他今天做全校性的 一個預防性停課 最主要是校內有一個老師 目前是進行PCR的採檢中 所以在等待結果 那接下來是跟各位報告是國小的部分 那在藍色區塊的部分 包含光華國小 民意國小 東華富小 新意國小 中正國小 富士國小 和中原國小的部分 在昨天有跟各位相親報告 那今天是持續停課 採線上課程的方式 因應 那特別要提醒的是民意國小的部分 那民意國小停課的只有國小部 那他附設幼兒園是在不同的校區 所以在附設幼兒園的部分 是照常上課 所以特別提醒 那今天新增的部分 第一個是北昌國小 那北昌國小呢 他是五年級的一位學生確診 所以這個班 在今天13到22號採線上課程方式 因應 那今天全校性做預防性的停課 接下來是家裡國小 家裡國小是一位六年級的孩子確診 那所以這個班呢 今天13號到22號 會採線上課程方式因應 接下來是民齒國小 民齒國小並沒有確診數 不過他有確診者的一個足跡 還有校內的幼兒的孩子 曾經有明確的接觸 所以今天民齒國小是做全校的預防性停課 再來是幾美國小部分也沒有確診數 不過因為校內有一位學生的家人是確診 那目前學生是進行PCR的檢測等待結果 所以學校今天在一年級跟二年級的部分 是進行預防性停課 跟二年級的部分是進行預防性停課 再來跟各位報告是幼兒園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施利爾雅之家蒙特朔利幼兒園部分 今天也是持續停課 那今天新增的有包含熊熊森林幼兒園 那它是採預防性的停課 是4月12號從昨天到18號 主要是因為它園內裡面有老師跟學生 和小加拿大的補習班確診者有接觸 所以全員是採預防性停課 那今天另外新增的還有施利的中和幼兒園 那中和幼兒園也是沒有確診數 不過今天從昨天開始到19號 也是採全員的預防性停課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園內有9名的孩子 跟外聘的老師確診的老師也有過密切接觸 所以今天全員採預防性停課 那再來花蓮勢力幼兒園的部分 昨天也有報告過 那目前有兩位幼生確診 那全員也是停課 從今天到21號進行停課 再來是跟各位報告是我們相關的補習班 的一個相關接觸跟裁檢的情形 那目前呢 確診的孩子有接觸的補習班 大概有包含了四個 第一個是小加拿大補習班 在九色陸畫室還有和家人補習班 跟雅典補習班 那目前呢各個補習班 在小加拿大補習班部分 還有50位孩子沒有裁檢 九色陸畫室的部分 目前已經全數裁檢完畢 和家人補習班部分 還有兩位上位裁檢 雅典補習班部分 還有三位上位裁檢 所以總共和補習班相關的一個照冊人數 總共還有55位上位裁檢 《生日報》記者廖威林一臉提問 全中營結束為4月21日 22日為星期五 憲服有考慮22日停課 則日補課 讓學校能夠全面清消後再恢復上課嗎 其實大部分的這個賽事在4月20號 就幾幾乎都結束了 4月21號是閉幕式 所以整個賽事的狀況 大概4月21號上午 大概只有剩下零零星星的幾個賽事 所以其他的重大的一些比賽場地 其實在4月20號結束 就已經會開始清消 所以還是4月22號還是如期來上課 我們家裡國小的部分 那家裡國小的部分 那家裡國小的部分 那到底跟我們的這個 就是其他的補習班有沒有相關性 那現在還在調查中 那另外有兩個鳳寧國中的孩子 兩個鳳寧國中的孩子 那他是否是跟我們的婚宴 因為我們的婚宴 那雖然是在馬遠部落這個做的 但是他好像也有在萬隆 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做 進一步的追蹤跟調查 那另外還有一個玉璃鐵路局的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在這個 對 我們還在這玉璃鐵路局的部分 我們還在追蹤中 那到底他的源頭是哪裡 那另外其中還有一個造福員 造福員 造福員 他是瑞穗的 那我想各位媒體先生 可能也大概都了解了 那我們布林花蓮醫院 那他今天凌晨開始 那發現到有院內感染的現象 那到目前為止是16位確診 那其中有14位是護理之家的 包括兩位的清潔人員 兩三位的護士 跟九位的造福員 那所以我們這個造福員 跟他是不是有相關性 我們會再繼續追蹤 去了解 那剛才講的16位還有一位個管師 還有門診清潔人員 我想目前布林花蓮醫院 應該全院都在做一些防疫措施 那所以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50多歲的女性 那目前我們也持續在疫調中 所以我們大家的七個個案 是如此 所以每個均 flor都在演藤 成功對民 DO 在擺ipse 同樣地 所以我只是想在一次